台湾的游戏机产业曾经蓬勃发展 却在线上游戏败给了韩国 而现在手机开启了第二波机会 不过同时也多了中国大陆这个对手 新一波的游戏大战战况更加激烈 对多数人来说 网络游戏是一种休闲娱乐 但是在特定的一群人眼中 打电玩是他们可以用来谋生的工作 他们的职业叫做电竞选手 这一行平均年龄不到25岁 每天的工时大约8到10个钟头 内容就是对打练习 准备征战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职业比赛 在美国电竞选手被认可为职业运动员 而在亚洲中国大陆也在10年前 把电竞列入了职业运动 更别说游戏产业发展最成熟的韩国了 其实台湾选手也很厉害 在一年多以前有一支队伍 多下了电竞大赛的世界冠军 那个时候政府就说 要把电竞列入体育项目积极辅导 而辅导到现在的成绩又是如何 透过独立特派员的镜头 带你一起进入电玩小子的电竞人生 同学的眼光可能会觉得 哦 手好手好手 这就是打电竞用力 我比较喜欢玩电竞 就把这个当作资源 你的人生资源 可以打你 可以 真的 我只玩龙 我不玩其他游戏 如果没有赢得一千一批 别人看你就是 没有任何情况 所以你一定要证明在我看 我玩饭了 我玩饭了 二十分钟请你忙碍到他 我稍后讲就知道 就是理心卡拉丁 加一支正常一点的 你能拨打 有戴耳机 入夜的晚上八点 AZB TPA台北暗杀星的比赛 正要开始 他们比赛的游戏是 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属于 即时战略游戏 玩家选择角色 结盟 破坏敌人的主塔而获胜 从2009年上市至今 风靡全球 超过了上亿人注册 是目前全世界最热门的 网路游戏 这一点非常非常抱歉 有可能是最后一波的 会在VP靠大绝进去 AZB FOSTER 人家在奋战 这一个可奥坎普拉出来 带大绝 可是胜身的很硬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VP现在要把龙女被削倒 龙女被削倒 接着是杰西也倒下了 结束了 VP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全场都站起来了 历经几次成员变动 现在的TPA虽然不是当年 夺下世界冠军的黄金阵容 也还是台湾最强的队伍 他们在线上比赛 有线上直播 一场比赛的平均观看人数 至少三万 我有一个EQ 我旗子就这个Q 我的那边 然后二宇在前面 然后我锅往右撞 就是我直接往右边调皮撞 应该可以吧 应该我也觉得可以 感觉波兰学 一分半 所以可以下班了 所以可以下班了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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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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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算 从白天八小时的练习奋战到黑夜 这是电竞选手的一天 我是读高词 然后我刚才有的 然后就来台北 就这东西来做 这是我的床 现在是我的床 然后就是 离我的电脑 大概只有十秒 左右的距离 所以就是 生活可能会比较 舒适一点 数一下十秒 你在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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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关于 就是关于 露的一些 露的版吗 对啊 所以如果 必须这样 写一些 你们比赛的 就是 基本上 就是 就是 好的就 自己爽一下 然后坏的就 当做意见 自己参考 Morning 刚满十八岁 加入才半年 是TPA 最年轻的成员 电竞选手黄金年龄 在十五到二十五岁 因此 他们要职业 也要有学业 比比 是唯一还留下来的世界冠军成员 她的成绩一直维持在顶尖 无论是课业 或是比赛成绩 两边都想尽本分 她必须早起上学 再牺牲午休 赶上练习进度 好 刚刚去哪里 上班 那时候是修学的 大神修学 为什么要修学的去打比赛 嗯 呃 因为我有拿世界冠军的包 对 对 对 除备 因为那时候 感觉比较有时间 就如果你修学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时间练习 可是后来就是 就是老板 我们老板一直说 就是学历很重要 就是 叫我千万不能放弃 就是如果放弃的话 他会神奇 那像你们的游戏呢 是强调 手吗 都要 全部都要 都要 讲究的是什么 头应该比较重要 没有 应该都很重要 还是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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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对这个游戏 逻辑能力 理解能力强 那就是我们称所谓的 有天分的选手 对 打游戏这种 的确是要需要天分 跟有些人 可能跑起来就特别快 可能是一样道理 Polo有过11年职业选手的实战经验 更拿过两座射击游戏的世界冠军 退休后转任管理工作 累积多年的观察经验 他认为电竞与印象中的运动 差别只在于用电子设备做比赛器材 电竞比的不只是手 眼 脑的反应 与协调性 也比团队运动精神 身体的大量 帮我选卡丽丝啊 最后就是 不会套啊 的 rebellions 才来几碗 换进去了 最近没有穿око打 個人練習上線排隊是不等人的 團體練習更有固定時間 需要按表操課 電競到此 已經不只是單純的遊戲 不能隨心所欲的玩 一個正常心態的職業選手 應該是只能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其他選手 是不是跟我有這樣的想法 對 有沒有這樣跟我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我只玩囉 真的 我只玩囉 我不玩其他遊戲 會不會想要偷偷放假 會啊 一定會啊 一定會啊 喬班沒想過 沒辦法 最少都要講 人不見我們就管在 你的生活要跟他的生活綁在一起 會啊 團隊就這樣吧 你看像他丟你進的時候你就可以丟他 一定會中喔 這一定會中 你會把他打到殘血 你不是一直給他打喔 你的魔 你的魔是 把他打到殘血 然後讓他回家 然後你就可以洗冰喔 跟Cloud Knight打 然後輸了 美國隊 美國隊 美國第二強 你覺得打得好在哪裡 我們打的應該這場好在哪裡 我覺得下路 我覺得下路那個遊戲可能要拿掉 人的那個點 有機會逆轉這個遊戲 不好的點感覺是 我們Pick的時候有放二語 然後我們沒有處理好那個英雄 每個輸贏都要檢討 玩家一次就忘的遊戲 對選手而言是一場都輸不得的壓力 阿祺一開始也因為得失心太重 差點離開 我加入前是TPS的世界冠軍 然後加入後就背負壓力很大 然後就一直表現不好 然後就大家自責 只要表現差 然後可能就會有網友開始 就是講一些不太好聽的話 可是就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直接選手 世界冠軍的榮耀 直接擴散出龐大的商業效應 在台灣有三百萬以上的會員 每五個學生就有一位是玩家 也因為他們的成功 更多年輕人有志投入電競業 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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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廠工兵 然後我要蓋建築 這個遊戲就是要 它有很多套路 然後你要想盡辦法打敗敗手 Haze柯玉馮是新海爭霸二 在台灣排名第一的興起之秀 16歲開始他第一份工作 也是人生的第一志願 電競選手 當時就是教練到我家 然後我跟教練一起跟我爸媽家 我媽一開始是反對 可是現在是支持 台灣有一個家族聯賽 那他那時候打出了一個 三連霸的成績 所以我們就注意到他了 他是每個比賽都報名 然後每個比賽都參加 這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考量就是 你對這比賽有沒有熱忱 你是不是熱愛比賽 那你只是為了賺錢來比賽 那我覺得你不適合當選手 今天上什麼課 有實行客人 就實行 實行客人 直接學 電子學 好 剛好 你會不會想要放棄書 你會不會 不知道 可是兩邊這樣子是滿層的 是啊 HEIS選讀直校夜間部 把白天留給工作 並不是因為家裡需要他的一份薪水 事實上 電競選手月薪在3萬上下 并不高 我在这里的小朋友 他大部分家长都不是 看在他们的薪水 都是完成他们这个梦 其实你看有些他都在念书 他等于是说 别人 别的小朋友 可能这个时候 像这个时候不是上课时间吗 你在这里打 练习 那你要怎么说 他会觉得他的孩子格外不同 这游戏大概就是 你觉得你输了 可是你觉得你还可以逆转 那你就可以继续长 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输了 那你就是打 继续了 我相信他过得也很累 很辛苦 因为每天那么早起 然后晚上还要上课 到几乎是快11 12点才回来 他还是继续练 练到半夜 对 然后有一个比赛他输了 他很难过很难过 然后就哭了大概一个小时 刚才没那么久 但是他很难过 那他 我问他很多原因 他最后告诉我他不甘心 他不甘心书 从小能有专属的个人电脑玩游戏 家庭经济通常不会太差 这其实是多数电竞选手的背景 这个世代年轻人的梦想 需要父母的妥协 愿意让孩子在他们看不懂的荧幕前工作 才有办法让孩子在他们难以理解的领域里 称霸称王 当初一定在获得家庭 在抗争的时候 可能是偷偷摸摸的 在房间里面赶快练功打怪 然后可能被爸爸妈妈打过不知道多少次 才有这一个路 他们也必须要不断地抗争 最后看到爸爸妈妈看到说 你真的是拿到好成绩了 你在电视上曝光了 你打赢了什么比赛了 后来父母才会越来越说 其实他的选择没有错 哈喽 各位新海针八二的忠实粉丝 大家晚安 我是今天的赛事主播袁景辉 在这个落漏强食的竞技场中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今晚的对战 首先欢迎今天赛事讲评 So bad 袁景辉有着建中与国立大学的高学历文凭 但更多人知道他 是因为他是台湾第一批 新海争霸的职业选手 2010年的7月份我当兵退伍了 然后我就听说 好像就是新海争霸二出 然后有听说可能会有职业选修赛 然后我那时候是跟我爸说 我半年内如果没有当上职业选手的话 我就去 我就放弃这条路 哇 完蛋 这应该是挡不住啦 好 我们恭喜Rock选手1比0领先 灰进入职业已经是25岁 高龄敌不过Haze这辈后期之秀 激起直追 灰三年的选手生涯在上个月画下句点 退休后 袁景辉转任主播 靠着丰富的赛事经验寻找第二个舞台 最好的时候 我曾经播一个节目叫妹妹杯 对吧 就是跟我朋友 然后本来就是一个节目 我曾经做到就是有一万二 线上捧手一万二 挑战喔 嗯 口调吧 还有就是你要必须要一直有东西讲啊 因为你不能冷吵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 对啊 还有有些 有些 嗯 我不知道那怎么讲 譬如说像是你要去婆婆 赞助商啊什么什么的 通常我们就会练这个 对啊 来这里练这个 我们就只是先熟悉一下电脑 因为一定不是自己的电脑 习惯的那种生意 因为每个礼拜比赛都会上海来的 已经习惯了 有些人就是想要上电是炫 可能炫耀那个心 可是他炫耀完之后 要是遇到困难可能就 对啊 有可能就会被换掉 海水坏的世界里 有没有办法将对手抱头 就只好自己抱头痛哭了 各位观众接下来进行的是 SA方赖特种部队的项目 分 换 加贷 账 从2008年成立第一个职业联盟 正式赛事转由电视直播 更多的比赛更多的玩家观看 收视率早已超越直篮与直棒 然而尽管每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新闻 总能让国人倍感兴奋 但电竞始终还是国家级正式运动项目的 待观察名单 电玩小子挑战个人梦想极限的旅程 绝对是充满了考验与风景 但电竞能不能发展成体育 选手能不能被当成运动员 终究还是得回到运动的本质去讨论 当竞赛考验人类体能与智能极限的时候 不可否认也延伸了单一游戏 经过包装的商品利益 那么电竞存有多少单纯的运动精神跟价值呢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穿梭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或许您很难做得到 但是却有越来越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明年全球的游戏产值 即将突破千亿美元 有十五亿人口登入他们的虚拟人生 看趋势说真话 独立特派员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明明 我们下周再会